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将中原收复 赢回二胜 所以 岳飞这一生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抗金事件上 但是 在最终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假罪名被杀害 这也算得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千古其冤了 岳飞的离开对国家和民族来说 都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在近千年的历史上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会为岳飞的不幸仪式深感可惜 都觉得岳飞这样的命运与付出 值得 也有不少人一直在指责宋高宗 因为宋高宗的自私行径 伤害到了国家和人民 岳飞遭遇不幸的那一年 是1142年 在当时有不少人在为岳飞打抱不平 在这其中有一位叫做韩氏中的 是一名抗金名将 也是岳飞的同人 岳飞最疼爱的小女儿岳林平的所作所为 不禁让人流下眼泪 那个时候 岳飞被诬陷谋反 这等重罪让岳飞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岳飞的长子岳云和父亲岳飞一起被诬险 剩余的四个儿子 虽然年龄还小 但是也没能逃过惩罚 年龄最小的儿子只有三岁 就被流放到了岭南那种艰苦又寒冷的地方 岳飞不仅有五个儿子 还有两个乖巧温顺的女儿 小女儿岳林平的故事最被歌颂 岳林平真实名字叫做岳孝额 在这八个孩子中岳飞最疼爱的就是小女儿了 的确 不仅长得漂亮 温暖和人 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熟读了精识 所受的教育也是最高等的 深受父亲岳飞的影响 自身就有着民族大义 并且身为自己的父亲 是岳飞而感到骄傲